各位同學 大家好 昨天台北敬中學會 謝居士打個電話給我 要我給他們談談修行的方法 現在他們也在收看我們的網絡 這是一個很嚴俗的問題 修行這兩個字的定義 首先要搞清楚 行是行為 行為包括的範圍就太大太大了 佛給我們說法 將無量無邊的行為 歸納為三大類 這個大家都熟知的 身與意也 再多的行為呢 也不出這三類 身 是身體的造作 語是言語 意識思想 見解念頭 修是修正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的思想 見解 言語 行為 有了錯誤 將錯誤 修正 叫做修行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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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說出來 最早講六道輪迴 是佛陀門教 就是现在在新加坡的 大家熟知的新独教 古时候称婆罗门教 在中国称印度教 他们有八千多年的历史 比佛教早的太多了 他们自己说有一万多年 但是今天世界上肯定他们 大概是八千五百年 是很古老的一个宗教了 那么我们在佛经里面 看到释迦牟尼佛介绍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修禅定 这个禅定我们讲的是世界禅定 四禅八顶 我们知道六道是六种不同的空间 虽然出生道有一部分我们见到 有一部分我们见不到 出生的种类很多 见得到的 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不同空间我们就见不到 可是禅定能够突破 我们在讲习当中说了不少 空间怎么来的 六道是六种不同的空间 四身法界又是四种不同的空间 一阵法界也是一个不同空间 从理论上讲 空间为一次是无限量的 那么佛跟我们讲 社法界 讲一阵法界 是讲大的 没有讲这个细的 细的只是太多了 怎么来的呢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 所以不同维持空间当然是无尽的 如何突破 今天科学家都在想方法 还是没有办法 突破这个空间维持 如果能突破四度空间 那你就能见到过去未来了 而佛界 这个古老的修行人 他修肯定 肯定是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放下的越多 突破的层次就越多 于是六道他见到了 天道很复杂了 佛经里面讲天有二十八层 欲界有六层 色界有十八层 无色界有四层 所以只要把原因找到 将原因消除 这个事情就不难解决了 所以六道的状况啊 古老的婆罗门修行人 很清楚 很明了 他们说的不错 今天西方科学家 也确确证实有轮回的存在 我们在前两三个月 还收到从美国同修 寄来的一个剪下来的报纸 这是美国最近发生的 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 说她前身呢 是美国的原居民 红帆图态的 一岁多 她能够说一百多年前那个 红帆的图画 现在懂得这个图画的人啊 在全美国 他们说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 很少人能懂了 她说 她说的是那个话 确实被人证实 她说的是 一次跟这个别人战争 她是被在战争里面死去的 说那个死战争的状况 这个确确实是证明啊 真的是转世轮回啊 那么像这种例子 现在在世界上 在中国都很多啊 不要说过去 专门收集现前的 但是 轮回之所以然的道理 婆罗门教就 没法子说出来了 他是知其当然了 而不知其所以然 世尊这才出现在世间呢 他来干什么的 他出现在世间 就是为大家解决疑难 我们这个世间人能解决的 佛不会多死 多一死不如少一死 少一死不如五死 你们想解决而解决不了 而且这个问题 问题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这个佛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有这个念头 想解决问题 这个念头就是感 众生有感呢 佛菩萨决定有些 感应到焦了 这是诸佛菩萨 实现在这个世界 那么佛出世之后 不仅是六道轮回 所以然的道理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而且告诉我们 轮回之外 还有法界 有四圣法界 有一真法界 这个诗 古老婆罗门教里 全都没有提到的 四圣法界 是相似的法界 六道纯粹是虚妄不实 我们一定要晓得 身天 天不究竟 许多人把天当作究竟 佛告诉我们 天不究竟 天的佛报 别人家大 寿命 别人家长 这是真的 非想飞飞飞飞 想天的寿命 八万八戒 这个寿命之长 我们无法想象 但是八万大戒 到了怎么办呢 还是要搞轮回 那是到最高的地方了 最高的地方寿命完了 那就往下堕落了 没有法子向上再提升 这些四十真相 我们总要清楚 佛给我们说的话 没有一句话是妄语 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众生 金刚经常说的好 如来是真于这 实于这 如于这 不狂于这 不妄于这 他说的这么清楚 我们做学生的人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对老师 要诚信 英光大师说的很好 诚信就是如道之门 这个不但在佛法 试今圣人 儒家道家教人 也都是从沉浸入门 再看看西方的宗教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不成 你什么都求不了 你能够学到的 试之便从 儒家讲的 济问之学 你听得很多 你能够记得一些些 于是道听 屠说 解决不了问题 不是从你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你所讲的是别人的 释迦牟尼夫 孔老夫子 值得我们尊敬的 他不是 虚设别人的 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而且告诉我们 虚空乏界 众生虽然无量无边 真心本性是一个 决定没有两样 所以身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性相不二 理事不二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哪里入门 从沉浸 观无量寿佛经 佛教导我们 孝养父母奉死死长 我们没有沉浸 就不孝 就不尽 所以孝敬 是从沉浸 里头生起来的 因此 十相夜道 就成了基本的 扩梦了 修行 不能成就 不但是现前 现前不能成就的人 多了 太多太多了 古时候 修行人 也是成就的人少 失败的人多 原因在什么地方 内有烦恼 外有诱惑 这真的叫内有外患 内灵灵 自私自利 贪嗔 贪嗔 迟痴慢 这是内 外面 有明文利 有无欲 六臣 诱惑 你怎么得了 佛在境上 常常提醒我们 财色 明实睡 这叫无欲 地狱 无条根 你贪多一条 你就会堕地狱 那五个都贪 还得了啊 又贪名 又贪力 又贪地位 又贪权力 又贪女色 又贪财宝 哎呀 非多地狱不可 陆佛 典籍里面 所讲的 大丈夫 佛典籍里面 所讲的 大英雄 什么叫大英雄 什么叫大丈夫 能够克服这些欲念 这个人了不起啊 一般人做不到的 你能做到 这个人叫义雄 这个人叫大丈夫 事出事件 圣行都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你看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实现 做的样子 他是王子出身 别人求富贵 未必求得到啊 他富贵现成的 舍弃王位 舍弃富裕的生活 这个事 明文丽雅 他放下了 五一六成 放下了 一生过的生活 头部 日中一世 树下一宿 他做出榜样 来给我们看 这个生活 是最健康的生活 这个生活 是回归大自然的生活 回归大自然 是正常的 是健康的 他是全面的回归 今天讲的是 全方位的回归 心 没有游戏 身 没有苦乐 这才是 佛经上 所讲的 真正的 历苦 得乐 佛说的历苦 不是苦乐之苦 佛说的得乐 不是苦乐之乐 苦乐是相对的 苦乐 尤其是 他全都放下了 他得的是真乐 我们现在的人 体会不到 所以 修行 要想在这一生 道业 圆满成就 你往生 西方 极乐世界 真正有把握 一定要 严守 无皆是善 决定不能够犯了 决定要放下 自私自利 我们常常听说 最普遍 大家听说的 政治家 政科 政治家跟政科 从哪里分呢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 很简单的 就能够辨别出来了 政治家了 是无私无供 决不贪图 这个地位 民分 念念呢 是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民服务的 这是政治家 政科怎么样呢 政科念念为自己 怎样保全自己的地位 保全自己的权利 那这是政科 那么由此可知 为众生的 这是政治家 为自己的 这是政科 那在佛法里面分呢 那政治家 是菩萨化身的 佛菩萨 政科是凡夫 凡胜的差别 自国一来 在中国外国 确实是历史上 确实不少 有政治家 那么在中国 最著名的 助攻 古圣先王 遥顺于趟 孔老夫子 常常赞叹的 这些人 没有私心 没有自己 从政 做的地位 谁己为人 对于自己的权威 毫不流利 看到有贤人 有比自己 做的更好的人 他就愿为 这是政治家了 同样一个道理 在过行过夜里面 在学术里面 世间人称他为家 那就是大公无私 在佛 在佛门里面 讲 菩萨 实现 菩萨 硬化 他是为社会 为众生 服务的 不是为自己的 如果 齐心动力 还是为自己的 利益 这是反复 这是谜 没有觉悟 觉悟的人 齐心动力 隐喻造处 都是为社会的 安全 人民的 复制 世界和平 如果对这些事情 没有利益 他也不会做 他不会说 想都不想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晓得 怎样修行 怎样在这一生当中 圆满 证得 无上 无体 我们这一生 过得就有意义 有价值 就没有空来一趟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